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在贵州进而政府变民厅内的大场上 有资深媒体人评论说 李克强说上场不太符合中共的政治规范 但这种现象尚未普及 不能说政治大家局已经生变 目前中国经济衰退动摇中共国本 李克强频繁曝光或有收拾残局之意 5月16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浙江角 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之通话 该消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有报导 新华社的报导出现在新华每日电信 5月17日第二版的《权威法》报上 人民日报的报导则出现在5月17日报导的头版上 在通话中 李克强强调了中巴的密切友好伦邦 和铁干朋友关系 并称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巴 提升了两国战略合作水平 法港5月17日报导称 新华社消息给出的信息是 李克强认巴基斯坦总理之弱 在中南海浙江角和巴基斯坦总理通电话 但没有消息解释巴基斯坦总理是否有 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法港报导指巴基斯坦实行总理制 还在报导标题中说 李克强这次电话引关注 显示权力上升 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报导称 李克强这次外交电话 是由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出 而过去外国元首级人物电话的对外曝光 只有习近平享有这种待遇 现在李克强也有 台湾媒体报导指 5月14日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刊登李克强4月15日的 经济政策讲话长文 同一日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习李两人 分别向克罗埃西亚总理 致电户河建交30周年的报导 李克强待遇大幅提升 《自由时报》报导称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重要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但是出现了一堆烂摊子 在重要据点的巴基斯坦 更爆发激烈的死亡抗争 李克强这次电话 或有收烂摊子的意味 据港媒5月17日的消息 习近平当局准备选拔更多科技出身的官员 担任遥职 目的是一旦和美国和西方脱欧 仍具有在科技领域智力更生的能力 据美国保守派作家施威泽观察 为实现科技霸权 中共早已向美国科技领域滲透 笼络了很多科技巨头次创人 早在2020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强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 科技创新是关键变数 要求在危机中把握大趋势 下好先首期 这样说明 量子资讯等新兴科技已成为美中争霸的重要战场 台湾媒体中央社5月17日引述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选拔更多科技官僚 出任中共要职 以实现智力更生和美国一增高下的野生 报道说可望获得提拔的科技官僚 是否能够帮助习近平实现他的目标 目前还难以判断 但分析人士指这些人上位可以令中共政坛 在未来数年改头换面 目前这些人任职于重要的 部位和省市的关键机构 中共将在今年秋天二十大换届 到时候将有更多科技官僚 进入由200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 这个专责中共重大政策的机构 中共野心意图控制全球对科技的掌控 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步骤 美国《纽约邮报》2022年1月22日 独家刊出智库 政府文责研究所总裁 保守派作家 施威泽 Peter Switzer的新书 《言行犯 Red-handed》 内容直指念书 Facebook 谷歌 和和特斯拉 Tesla等多家美国顶尖科技公司 犧牲私隐和国家安全 在中国挖取财富的同时 也帮助了中共实现科技霸权 早在2020年10月16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的集体学习上强调 当今世界上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数 要求在危机中把握大趋势 下好先首期 与此同时白工亦公布包括人工智慧 量子资讯科学等20行先进科技保护清单 显示继半度体后量子资讯等新兴科技 正成为美中争霸的另一决战场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5月17日 援引美国初步评估人士的说话说 黑盒的飞行数据显示 3月份的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坠毁事故中 驾驶舱中有人故意将飞机推入近乎垂直的负冲状态 今年3月 这架从昆明飞往广州的波音737-800客机 从巡航高度突然向下附冲 在港西山区坠毁 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越南 这是中国大陆28年来最致命的空难 一位熟悉美国官方初步评估人士 和《华尔街日报》说 这架飞机按照驾驶舱内 某人的指示行事 美国官员的初步评估包括 对从飞机受损的 飞行数据记录器中 提取信息进行的分析 《华日报》 这位人士也支持美国官员的评估 他说牵头调查的北京当局 至今尚未发现3月21日 在中国南方坠毁的飞机 存在任何机械或飞行控制问题 知情人士对华日说 至今为止 在东航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 以导致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 将注意力转向一名飞行员的行为 这些人还说 飞机上的其他人也可能闯入驾驶舱 并故意造成聚机事件 一名西方官员和路透社说 在初步调查没有发现任何技术故障迹象后 重点开始调查机组人员的行动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主席霍曼迪·Jennifer Holmendy 在5月10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NTSB调查人员和播音公司 已前往中国协助调查 他指出 至今为止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需要 采取紧急行动的安全问题 七大工业国组织G7首长会议 12至14日在德国举行 此次会后发布的联合公布中 公开支持台湾有意义 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和世卫组织WHO的技术会议 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争端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 此版明夫16日指出 自会后声明中可以看出 这七个国家已开始布局后普京时代 因阻止北约东抗是普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 但日前芬兰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 俄罗斯显然输了这一场战争 此版明夫指出 G7原先被视为富人俱乐部 大家每年换地方聚会一次 拆一下存在感 发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声明 但基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但随着近年新冷战的开始 G7会议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 会议从两年前就开始提到台湾问题 这一次又完全针对俄罗斯 他说这七国对国际问题一起表态 越来越有震撼力 他表示 在看了这次会议的声明后 我认为G7心里 已经对俄乌战争有了结论 开始布局后普京时代 次版分析 俄国在5月9日胜利日月兵前 没有在乌克兰战场占到便宜 随后芬兰决定加入北约 从那一刻起 俄罗斯已经输了这一场战争 他指普京下台只是时间的问题 至于是被政变 还是自己托病辞职 还有很多变数 并解释战争的目的 是为了主导战后的国际秩序 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北约东抗 但是 因为普京发动的战争 而导致了北约东抗的结果 最后他提到 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是加入西方阵营 还是沦落成中共的马仔 他还看不清楚 但不久的将来 国际秩序很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台湾和日本都需要做好准备 香港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缓和 当局星期二宣布 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 这个星期四如期放宽 并提醒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 将在本月31日起实施 不过有港大专家建议 取消60岁以下成年人使用疫苗通行证 呼吁不要再强迫年轻人打针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 香港疫情处于低位胶着状态 风险仍可控 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 本星期四如期放宽 第二阶段放宽防疫措施 包括酒吧、卡拉OK、派对房间、麻雀馆 邮轮等列表厨所重开 其中酒吧和卡拉OK營业至凌晨二时 燃汇人数上限由20人增至120人 食试堂食延长至午夜十二时 室内体育、厨所做运动可豁免戴口罩 气院容量增至八成半等 当局同时提醒港人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 将在本月31日起实施 即是一般市民需要接种三针疫苗 才能进入餐厅、气院等场所 不过近日有两名港大医学院专家提出取消 60岁以下成年人使用疫苗通行证 其中一名专家陈德光在电台节目解释 不用逼年轻成年人打针以建立免疫屏障 我们推论到疫苗不能再有效地阻止疫情发生 不能再阻止另一个流行的出现 抗体会随着时日消减 但抗体是否能够预防第六、第七波疫情 我们已经有答案是不能够 但政府专家许树昌则认为 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跌 有必要尽量提高接种率 如何应付将来可能有的第六波 和Omicron相关分支病毒再出现 始终要再刺激免疫系统 希望保护力再高些 林郑月娥则表示 不评论专家的看法 指不同专家有不同意见 而政府有自己的看法 去重申疫苗接种 仍然是减低重症和预防死亡的重要手段 会预期在本月底 推行下一阶段疫苗通行症 以打两针满6个月的12岁或以上的市民 必须打第三针 新闻报导完毕 多谢收看 ?? glory 嗨 声 嗨 嗨 嗨